一期之内不会落幕 我想说公司的定调 虽然说现在有些新的一些变数 可是公司的原本的初衷 跟目前的原案 我们从来没有改变 我想说月光的决心是非常清楚的 月光在8月21号宣布公开收购西品后 今天再度现身 营运长吴田玉重申集团立场 强调善意收购大打温情牌 但是西品董事长林文博可不是这么想 日月光正面回应不是不谈 而是不能谈 受到政府法规限制的说法 显然有备而来 甚至在西品10月将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前 不排除有进一步动作 我想各方面的考量 它都是一个开放的选项 日月光重申期盼 三方能运用大智慧走出 对台湾产业有帮助的一条路 可以共同迎战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三选巡选旋宣理讯 台北参谋到 对台湾产与